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思想起 思考深度 展现态度 我是王兴怡 现代人因为工作 生爱规划 导致晚婚不婚 连带生育年龄也大大延后 但偏偏除了一开始的起跑点落后之外 现实的育儿成本大幅增加 种种不利因素 也让青壮年族群想生不敢生 告诉您的是 目前全台湾 生育率已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名了 而就在少死化的国安危机之下 也凸显了每一个可以顺利出身的小宝贝们 他们是格外弥足珍贵 今天守护儿童单元当中 就要带您深入体检 在台湾 孩子想要平安 健康 长大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陷阱跟危机吗 首先 我们就带您从网络新世代开始看起 而随着现在科技演进 而且现在接触了网络年龄 从牙牙学域的听儿歌看卡通 再到小学儿童阶段 自己上网搜寻资料 方圆索籍 大量的社群网站 周有游戏软体 也让警戒心相对比较低的 未成年孩子们遭到诱骗的案件 层出不穷 其中 在网络私密罩外流 就是最大宗了 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统计 2022年 儿少姓波旭案件当中 高达2271件比例 那么这里头就有高达86%的比例 是拍摄了儿少猥亵影像 而且每天出现了 平均通报料有五件 深入之中之后就发现了 这些生疏魔爪的加害人 大多是以假交友模式 以话术诱骗取得 儿少的私密罩之后 下一步就是恐怖的勒索控制了 对家长来说 如果孩子不幸遇到了 该怎么办呢 恐慌之余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危机处理 一则报道就带您找答案 2023年6月 MeToo风暴延烧至演艺圈 男偶像颜雅伦涉嫌对16岁的少年 强制性交偷拍 且疑似外流私密影像 即使严雅伦宣称是恋爱关系 但是发誓少年仅16岁 投拍性影像甚至涉嫌散步 触犯了儿少性播出条例 最重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事实上这位少年会认识严雅伦 就是透过社群软体 网路拉近陌生人的距离 让学生也能认识明星 但是隔着一幕打字 你确定另一头 真的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吗 拿手机摆出最美角度 挑选美美滤镜 敲敲键键盘 美美的自拍照立即发布上网 滑手机分享自拍照 是现代人的日常 但小心成为有心人的猎物 这些加害人他们通常可能会 假装成是同年龄的小孩 例如我可能装成 我是一个12岁的小孩 然后我在网路上 也认识一个12岁的小孩 那我可能会问对方说 这个小花 我觉得我的胸部怪怪的 我不知道这样正不正常 我好害怕 我也不敢告诉爸妈 那你可不可以传一张 你的照片给我 大量的社群网站交友软体 拓展交友圈 与陌生人攀谈 以为交到知心好友 看不见的这面目 却躲藏着意想不到的危险 性勒索指的是可能这个加害人 他取得第一张照片之后 他就会开始用这张照片 不断地去勒索 威胁被害人 那有可能是要求更多的照片 就说我现在手上有你的这张裸照了 那你要再传更多的照片给我 你不传的话 我就把这张照片传给你的 你的同学 你的家人 有一些照片他会被放到 这个网站上面贩售 展示协会统计 诱骗私密照 加害人为网友就占了七权 主要透过网络社群 玩游戏和交友软体而认识 相似的犯罪手法层出不穷 2017年 警方就破获一位台大研究生的 电脑硬碟 仓有100多位未成年少女的私密照 都是透过通讯软体 接近加以诱骗照片 即使加害人已经被逮捕归案 但散布出去的照片 却承热受害者一辈子的伤 路上的人只要看他 或者是同学看他两眼 是不是表示 他已经看过他的私密影像 然后他现在有可能 也已经不再是学生 已经在工作的时候 结果却发现 他的年轻时候的 就是性私密影像 还在网络上面 被其他人看的时候 那个会对于他的 生活的稳定度的部分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卫福部统计 2022年儿哨性剥削案件通报 有2271件 其招有高达86%的犯案方式 就是诱拐儿哨拍摄猥亵照片 占了1963件 平均每日就发生5件 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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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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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过过 最后一波 延延暑假来临不用上课 孩子一不小心就挂在网路上 玩了整天的游戏 孩子他会打游戏的时候 认识一些网友 那对方可能就会跟他说 哇 你游戏玩得好好 那你想不想就是有更多的 这个宝物呢 或者是有更多的装备 那他接下来可能就会要求 这个孩子传照片给他 常见的诱骗手法 有的是锁定幼小孩童 以游戏宝物点数交换照片 而年龄校长的青少年 使用交友软体则越来越普遍 一旦双方认定 激怒了恋爱关系中 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拒绝 伴女比如要求做他某件事 比如说很像 然后怕拍一些照片 然后或者是要求他 在关系当中 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性的部分 有一些要求的话 他们有时候 因为不知道怎么拒绝 会选择去配合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会有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男女朋友 不是这样是正常的吗 他们觉得他男女朋友 本来就是应该 分享一些事情的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怕激怒对方 所以去选择留下某些影像 和某些照片这样子 辅导老师建议在亲密关系中 更要定定界限 保有自我 我会鼓励同学去勇敢表达 他自己对于现在这件事 当下 在这个当下 他如果他觉得不出话 他觉得现在不好 或者他觉得现在不想要 我就是可以拒绝对方的 如果说因为你拒绝对方 然后对方大发雷霆 或者对方就是 类似说要跟你分手 或等等之类 这其实反而是你去应该想 这是不是真的适合你的关系 第一个提醒就是 不要拍摄 再好的朋友 即使是现实当中认识的朋友 而在网路上面 可能也是网路上面的朋友 要求你提供私密照 怎么样都不能提供 如果孩子出现以下迹象 家长也要提高警觉 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带手机 进到浴室去 那是不是在浴室里面 待了很久的时间 本来是不是手机不离声的小孩 突然就不太用手机了 或者是说他听到 一些讯息通知的声音的时候 小孩会开始感到 就是会有一些紧张不安的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如果不幸遭遇私密已限勒索 专家提醒 保全证据是第一药物 之前碰过很多的被害人 他因为很害怕很紧张 然后他就把这个账号删掉了 或把彼此之间的 这个通话记录删掉了 对 那这样其实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第一个绝对是说 那我们要先把这个证据保留下来 而网的私密影像 他下架的部分 要透过IWIN的机制来做下架 都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个 就是被散布的路径 跟散布的王子的部分 才能够做下架的处理 保全证据后 更要阻止影像扩散 透过家暴防治中心 展示协会IWIN 都可陪同受害者通报下架 卫福部也成立 私密性影像处理中心 被害人上网 就可立即申请影像下架 专家指出 家长的支持心态 对受害的孩子而言甚为重要 那不要责备孩子 因为当责备孩子的时候 其实后续的部分 孩子可能就会讲得比较少 或者是讲一半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协助 孩子正确地判断 他的危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然后后续可以怎么操作跟处理 爸爸妈妈这边 要维持情绪的稳定程度 有的家长则会透过下载网络工具 了解孩子的社群使用行为 阻挡成人色情网页 甚至限制使用时间 例如Google Family Link OurPack ProStudio等等 都是常见的家长防护软体 网络误骗多是利用孩子 想交朋友的心理需求 步步逼近 深入善人现场 近来课堂中 也越来越重视情感教育 哪些人具有这些特质 比较容易陷入网络诱骗 或者是诈骗 其实网络上的一个虚拟 也是一种爱情误区 现实比较孤单 所以他去网络找 找朋友不行 就孤单啊 没朋友 轻松地与吊楼的学生 哄堂大笑 他是寿山高中的 卫生保健老师蔡炳尖 活泼幽默地教学 模拟情境 让学生不断反思 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爱情 诱骗的手法跟误区 它都有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攻击你的弱点 有听懂我意思吗 那这件事的弱点在哪里 在于你知不知道 你想要的爱到底是什么 同学们在纸条上 写下常见的爱情误区 有人说要懂得分辨现实 虚幻 有人认为不要太过恋爱闹 因为网络上 你也见不到对方 所以他可能会 就是随便对你说 几句甜言蜜语 然后你就可能觉得 他是喜欢我的人 他是爱我的人 可是实际上 他可能对其他人 都这样子讲 要先想到自己 就是不要在爱情里面 就是不要一直想到对方 就是也要先想到自己 先不要让自己受委屈 翻开高中的健康保健课本 有这么一个恋爱章节 从告白约会到拒绝 都有诀窍 108课纲已将性评课程 纳入情感教育 成为教学重点之一 临近台湾的南韩 2020年爆发证监事件的 恩浩房事件 正式利用加密的 即时通讯软体 建立多个聊天室 大规模的诱骗 未成年人裸照 加以性勒索 付费参与恩浩房的会员 高达26万人 形同集体犯罪 首毛赵主兵 也在同年5月落网 而这起大规模的 网络性剥削案 也促成南韩修法 提高法则 被称为恩浩房防治法 将合法性行为提高到16岁 制作散布新剥削影像 最高判处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持有非法性影像 视同犯罪 台湾也在今年1月 三读通过 儿少性剥削条理修法 散布儿少性影像 判处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持有下载 非法儿少性影像 也从行政法改为刑罚 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也增加下架机制 网络平台业者又责任移除下架犯罪影像 保全证据协助调查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里面 对于性私密影像 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就是它提出申诉 跟提出告诉之后 那就可以采取下架 就是私密影像 下架的一个动作 缺少一个网络诱拐的 一个单独的立法 不要等这个事情发生 儿少儿性影像传出去了 我们才处理 我们当在这个加害人 他试图在网络上面 跟儿少接触的时候 然后开始涉及一些 性有关的谈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要把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视为一个犯罪行为来处罚 家照刑罚判有效喝阻犯罪 然而孩子需要的 不过是多一份关心陪伴 将他拉轨现实 学校家庭与法律 合力恶逐网络诱骗 只是长大成人后 就能够懂得爱 学会爱了吗 情感教育这个人生课题 恐怕学无止境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